医疗科技日行愿意 封面乡公所面对高龄化独居趋势衍生的照顾问题 特别结合了卫福部及圆明会等计划经费支持 赠送了700多只智慧手环给乡内高龄独居长辈 乡长江丽婷表示 延续前乡长邱福顺照顾弱势独居长者政策 共同照顾部落长者身体健康还有独居生活 透过智慧手环的监测 可以随时提供适时的照顾和关怀 透过一张张的照片 厢长江丽婷与前厢长邱福顺 一起发送智慧手环给部落长者 同时亲自示范操作详细说明 让每一位带上智慧手环的长者 都能轻易就上手互动热络 我们原则上是先以720个长者为原则 照顾这720个长者 那大概我们到六个文件站 也是因为我们要一个 第一个就是让长者能够便利 三公所延续前乡长邱福顺的老人关怀政策 108年结合卫生局 树立丰兵分院 藉由实质据点资源 提出智慧手环的计划 也获得圆明会的支持 藉由医疗体系的评估调查 及滚动式的讨论 今年度首先发送700多只的智慧手环 除了侦测长者身体各项的生命真相 也侦慑GPS搭配APP的运用 建构长者们一个安全围离 让在外生活打拼的子女 也能随时掌握 风冰箱老家长者的生活与健康 那我们这个计划就是有符合 只要你是非原住民的话 是65岁以上 那原住民是55岁以上 还有我们所谓的高风险 那我们也会针对一个 叫八大面向的一个检测 如果在针对这个有亮红灯的部分 我们也会转介到我们的医院 去做后续的健康追踪 公益善期势必先立齐期 风冰箱公所在长者福利及老人照顾 在政策制定之外 更透过了智慧手环的运用 让老人福利照顾的政策 推动执行更能精准到位 建构一个绵密安全的照顾网 让原乡部落的老人长者 都能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与保护 记者石玉兰 风冰采访报道